第四季节目 李总 姚先生好 姚经理 您好 坐坐坐坐 是这样 那个项目的事情啊 我决定了 还是跟你们合作 具体的事情我不管 让张秘书待会儿带你到 我副总那里举办 什么 我们合作了 当然 可是 毛豆豆今天辞职了 姚经理 是我跟你合作 跟豆豆没关系 明白吗 你不是 生意就是生意 没那么复杂 好吗 祝你成功 好好好 太谢谢了 我一定好好做 好的 张秘书 你带姚经理去一下副总那里 好的 他会处理 再见 好吗 祝你顺利啊 谢谢 谢谢 豆豆 你怎么这么早过来啊 你说大快人心呗 什么大快人心啊 你猜怎么着 我原来以为姚静混得挺好的 马上不是这么回事 公司垮了 我听说找你男朋友吧 不是我男朋友 是前男朋友 就是前男朋友吧 但是你没管他 你辞职了不看了是不是 真搞意思 太争气了 不是 不是 也不是主要因为这个 还是因为 我觉得姚静阿姨那个公司 可能不太适合我 呸 你说那都什么东西 他这儿呢 这儿是他找你 找人媳妇 怎么不要脸的他 总而言之 妈来表扬你来了 豆豆好啊 争气 没白疼 就行了 快点 快开门 我这儿憋死了 豆豆 谢谢你 谢谢你 豆豆 太谢谢你了 拿着 这给你买的 这是什么呀 多亏 这事成了 我公司要拿到那个项目了 豆豆 我知道没有你 这事肯定成不了 但是我知道 李六球绝对绝对是 看在你的面子上 给我公司这个机会的 所以啊 豆豆 我不要好好的 谢谢你 不要 打着 打着 你拿着 打着 你太熟了 这事要跟我公司做呢 豆豆 我给你提偿 我不要 我不要 我这不行 我不要 不行 我这不行 我这不行 我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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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云 云本 跟你说 您快回来吧 两个妈都在咱家呢 我还是跟那种 一般人有关系了 这俩婆婆开始吵起来了 这俩婆婆开始吵起来了 什么呀 已经吵起来了 我 我 我可弄不了她们 我不能走 我怎么能 我怎么她们还不打起来 你快回来了 快快快 求你了 你有儿子 我怎么缺德了 我怎么缺德了 你自己缺德 我不跟一般见识 我因为我是胜利者 我是胜利 太不要脸了 不要脸才说这话呢 我们家余妹 你也跟豆豆平常说你什么 说什么 你都不知道 你想吵活就吵活 我跟豆豆好着呢 不是说你想吵活就能吵活呢 人家有意味 但是背后说你 人家背后说你 人家背后说你 说什么了 说什么了 我不告诉你 不告诉那你就胡说八道 反正没说好吧 好 那你把豆豆叫出来 豆豆你出来 豆豆出来 豆豆出来 去教训 去教训 你家说了我就不姓姚 过来 豆豆 豆豆 起来起来 豆豆 你跟她说 分情敌我 听见没有 豆豆 你说 你不至于看不起我吧 我没有那么多 你说实话 你干嘛呢 豆豆 我对你怎么样 你实话实说 你点什么头 是怎么回事吗 他都利用你了 你说实话 豆豆 我是不是没利用你 是不是你心甘情愿的 我没 我害什么怕呀你 对啊 他是不是对你不好 是不是我对你好 我还送你撕金了呢 我们俩关心是不好 你是不是 你点放手 豆豆 你说 你说他是不是他很刁蛮 大块人心事 服了吧 服了 灾了吧 灾了 想利用我儿媳妇 这门她没有 反正妈就是过去就过去 咱也就别提这事了行吗 是啊 今天一点风度没有了 一点风度都破马张飞的 对对对 妈就是 感情也这样啊 对就是结果以您圣殿而告终 就行了吧 是 你让我这么说说 我不是宣泄宣泄 心里他痛快吗 对对那行了 也痛快了咱就过去了 行吗妈 没费了 又什么事啊 不是我就问问你 就是李若秋跟毛豆豆 现在就是彻底算没事了 那那那也没事 真的那也没事吧 那人也不是东西 弄点破美元 鹰棒在这晃晓 哪个女的不动心呢 不是妈有钱怎么了 你儿子我差 你差吗 那是 豆豆现在 基本上对我比较服帖了 李若秋 我好好我收拾他一把 你问他 他现在还敢到我这儿来吗 我接他一百个打 那就行了 我跟你说余蔚 你得相信自己 我觉得你爸 有女人缘这点像你爸 不是但是妈 我不花 就这点我相信 就我比较专一 就您看我爸 我身上我这基因集合了您跟我爸的优点 是不是 还行 但我觉得我更多的就是像您 您比如说就是 咱这知恩图报 人要对咱好一分 咱对人好十分 就这点我都特像您 是不是 你傻呗 不是我觉得我挺精的 不是但是有一点 你对豆豆你得好 孩子不错 因为我人家工作都丢了 你还怎么着呢 那是呢 另外抓紧时间赶紧跟他生孩子 是 一生孩子这女人这心 就全在家里头了 嗯 慢点发现明白 我收到 收到 完全一听 余浩电话 余浩 在哪医院啊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你你别着急 我这就拉着妈过去 怎么了 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那个妈你别着急 就是那个杨树叔叔 就突然一下就昏过去了 那个余浩呢 已经用120把杨树送医院 你就在这儿等着我 我开挂子去啊 你 你别动啊 我开挂子去啊 都用120了 余浩 怎么样了 怎么回事啊 妈子哥哥 快快快 走啊巧救室啊 好 爸 您是先坐着坐着坐着 你不要急等等 走走走 什么事啊 里面抢救了 余浩他怎么突然就昏过去了 我也不知道啊 他晕得之后 那医生就赶快把他送进去了 医生怎么说 他什么都没说 那家里面不是抢救子吗 他出来就知道了 你们是病人家属 对啊 请您来请个字 怎么了 医生是他什么情况啊 情况不太好 不过我们正在抢救 这这这这这 医生你拜托啊 拜托您您您那 先抢救这些 能够尽力的放心吧 谢谢谢谢 先坐着坐着吧 你说也不是 是不就是 算数不大呀 这六十多岁这算什么呀 现在这这还算是中年人哪 怎么突然就这样了真是 可能是突发的吧 等他等他救过来就没事了 哪一个是病人的儿子啊 我 是你吗来进来一下 病人要见你 好 护士 没说见我呀我是他老婆 没有 妈妈我我先进去看看 不是 先进去 先坐着 先坐坐 他见他 他可能想跟余蔚说 说什么吧 您坐 余蔚说什么呀 余蔚也不是他亲生儿子呀 那也是他儿子呀 那余蔚不是您亲生的吗 不对 他想见的是杨依凡 那意思啊 你想多多 也不对杨依凡他知道没在这儿 妈 杨叔叔这会儿不是昏迷了吗 神志不清啊 神志不清他想见人 不是 妈您别叫这个见 他想见谁就见谁 不行吗 别想了 你说我这个算什么呀 举摆人跟他没关系 白刺的半天 妈你别这么想 伊凡 伊凡 不是 杨叔叔 我不是伊凡 我是余蔚 见伊凡 见儿子 那个什么 那个杨叔叔 我 我妈 还有我 还有还有我媳妇豆豆 还有余蔻豆豆外面呢 您要不要我把我妈先见 跟我妈见见面杨叔叔 我要见儿子 哎 见伊凡 那个什么 那个杨叔叔那个 伊凡在部队呢 您想见他没问题 我我马上我连伊凡 让伊凡回来跟您见面 好吧 杨叔叔 伊凡啊 哎 你过来 我跟你说 杨 杨叔叔有什么话您说 我要见我到伊凡啊 嗯嗯 你要一定和他说 嗯 我走了以后 嗯 要和他妈 葬在一起 要合作 嗯 和他妈 和我走 嗯 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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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你厕所去 行行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绝对不能让他妈指 怎么听没有 怎么了 杨叔叔叔现在情况特别不好 什么仪器都用着 我跟你说 那我连今天晚上都听不过去 你听我跟你说 现在杨叔叔说了 吵着嚷着 说是要见你伊凡 你现在赶紧给伊凡打电话 让伊凡回来听听没有 你去摸摸伊凡打电话 什么时候了 听话 听话 给伊凡打电话 伊凡赶紧来 人家怎么进啊 我上次走 妈 余伟 出来了 他在这里边怎么样啊 就就人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 醒过来就没什么大事了呗 对啊 不危险的吧 醒过来就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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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您坐坐 他没问我 我问了问了 就是问谁来了 我说您来了 我来了 痘痘于好我说都在 还是担心您担心 就是为什么您看刚才认识帐 我今天没让您进去 就是杨叔叔叔说 就是怕您担心着急 行行行行 主要是怕您上火 是吧 妈 那个 妈 其实我刚才出来的时候 那杨叔叔叔叔 有点饿了 说想吃那个 您给他熬的那粥 饿了 饿了 还真没什么大事 没什么大事 那那那那咱回去熬点粥 给他送过来 对对对 熬点绿豆粥 好 妈妈 到这儿跟我去 你跟余豪 我跟余豪到这儿看着 不能走远了 不能走远了 你看这粥多黏哪 我放百合了 妈 您真能干 我听人家说呀 只要还能吃 人就没事 你看杨叔叔叔叔这粥 我觉得没什么大事 应该没事的 我妈也说 只要能吃东西就没事 杨叔这个人吧 毛病虽然不少 但是人还算厚的 以前我跟余虹水过的时候吧 我老担心她在外边找女人 跟杨叔我就没这想法 她正牌 她这一辈子吧 在她前妻去世以后 找我之前 没找别人 她自己亲口说的 她除了杨亦凡她妈和我 她这辈子没碰过别的女的 也算好男人 我平时看杨叔叔 对你也挺好的 就算是尊重吧 就一样了 官迷 非要当这付出 非要当这付出 你要把自己憋戌出病来了 何苦啊 你说这直当的吗 怎么样 坏了 不及力量 为什么呀 不想执照 我说你那家有什么时候来了 等半天了我说 你不再等一会儿去 就再等十分钟好不好 好 下手吧 什么啊 那个 您别着急别上谎 杨叔叔那个 草子庄问您那个 说说见见您吧 赶快看最后一眼吧 OK 你不易格看这段 你不易格看 在这儿 不是不易格看 你们说 啊 我们就这么专 risks 你 你 你们都先出去了 我 你跟她单独待会儿呢 你跟她单独待会儿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美 你叫我 跟你说别当官别当官 非要当这个官 你说你 你要不然你不至于这样 你 你这怎么算呀这个 不是 把自己坑了这是 你坑了你 你自己 你把我也坑了这 我怎么怎么办呢这 是不是 第一啊 妈不能再带杨树叔叔家住了 独物私人 是不是 本来咱妈那想法就多 你要在那住住 那你指不定就是什么胡思乱想的 第二啊 这个豆豆 妈搬到咱家住 都要照顾好咱妈 换个环境也好 这样对妈有好处 行 就让妈住原来余好住那房间吧 豆豆 你得对我妈好点啊 你嫂子什么是对咱妈不好 就得更好 哥 那杨树叔叔叫你进去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没 没说什么呀 就说让一帆 让一帆赶快回来嘛 那他没有跟你说 义主之类的事 没有 没有 有没有 这么盖着不憋得很吧 余伟 余伟 这么盖着不憋得很吗 妈 妈 这不能这么盖着这个 不是 我知道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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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们不懂我跟你说 不是 妈 妈妈 你说一句话 妈 妈咱也说一句话 你不能盖着他 你这么盖着他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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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盖着他 去看 天海 各位 大紀、非常利益 老闆 非常利益 我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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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跟我结婚的时候 他要工整 我不愿意工整 他非得去工整去 他那房子原来是宿舍 把那宿舍卖了 又添点钱 然后呢 然后呢 什么然后 您不是说添点钱吗 我没说添点钱呀 说 说了 说了就是 你说杨叔叔叔那个房子 不是原来是宿舍 然后卖了您添点钱 我是说二婚不容易 二婚什么都得工整 连床头柜都工整了 所以从他们家 我什么都没拿 我就拿我自己衣服出来了 你们不介意吧 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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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说您儿子 您不到我这儿了 您去哪儿吗 您随便住 您爱怎么住怎么住 真的 没关系 什么叫爱怎么住怎么住啊 他这话什么意思啊 他逗逗那个意思就是说 您到我这儿啊 您随便怎么住都行 我就说 不是 欢迎您来住 那还不是我自己家 你才欢迎呢 不是 妈 逗逗那个意思就是说呀 您到我这儿来啊 您 您 这是我的房子 不是也不是我的房子呀 这虽然余洪水给你买的房子 写在你的名字 可是当时就说好了 是谁都可以住的 这么说的 是是是是 是是是 妈您别生气 您想住哪屋都行吗 就当我说错话还不行吗 不是你这把这房子 当成你的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妈 那您想吃什么 我没有 我没有 那个逗逗你去厨房 你给我妈熬耳桌去 行行行行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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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妈 那个我知道我知道您心里难受 那个您心里有什么 您别憋着 您要当逗逗面 您哭不了您到我面哭行吗 妈 我哭什么呀我 你们干嘛非逼着我哭啊 我不是 我没逼 哭不出来 憋死我都不哭 干嘛呀这是 不是妈您别憋心里边行吗妈 你想哭哭出来 不是你要哭你就哭你的 你别拉着我哭干嘛呀 不是妈 太吵死我了 你要哭上你的屋哭去 你别在这儿哭 哎呀 爸爸走的时候还好吧 他走得很安静 我不信 我不信 这一切都太突然了 我不信 我觉得这不可能 我爸他还朋友七十岁 我看见昨天我爸还坐在这儿 看报纸 喝茶 我就是不相信 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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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凡 你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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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 sold 我也是 Pokemon 人海传宫 不信 也认为什么 不信 虽然我爸已经走了 可咱们还是一家人啊 你们还在这住着吧 是不是 我做错什么事你不高兴了 是不是我没打电话 没回电话 你不开心了 到底怎么了 于昊 你倒是说话呀 是妈要搬走的 我们得听她的 再说了 你以后要有你自己的生活了 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 我去找曹妈妈 你烦来了 坐吧 部队请好坐了 妈 请假了 曹妈妈我来看看你 你把那骨灰安置好了啊 那墓修好怎么也得一个月 这人真麻烦 活着麻烦死了还得花钱 还是花你们小一辈的钱 你们现在挣点钱也不容易 你这一根墓好几万 你这一根墓好几万 曹妈妈 您不是处得好好的吗 您怎么搬走了 那是你的家 咱们可是一家人啊 做事啊得讲道理 那个房子是在你的名下 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 都工正好了 你名下的房子就归你 我向来做事都是这样 得在礼上 我做事就是从来讲青红皂白 可那个家也是您的家呀 那是以前 现在也是 你爸走了以后呢 我就算是旁人了 跟你有没有血缘关系 是不是 我还是住我儿子这儿 我要拖累我拖累他 我不能拖累你 就这么着了 我也就不想再折腾 曹妈妈 我爸肯定不希望是这样 他人刚走 您就搬走了 他在天有灵也不会原谅我的 肯定会怪我的 再说 您都住习惯了 咱们也是一家人啊 我怎么着 也是您半个儿子 话是这么说 就说你是半个儿子吧 将来你得找女朋友得结婚吧 你媳妇也容不下我呀 反正我也知道是吧 人情世故 人走茶凉 一凡 你爸走的时候啊 平平静静的 他很安心 你放心吧 曹妈妈 我爸他走了 我爸他走了 我不希望这个家 就这样散了 我希望一回家 那盏灯还亮着 有您在 我就觉得这个家还在 我爸 走啊 求求你 您搬回去 别哭 亦凡 我替你去 嗯 我搬回去 好 你爸 我跟你说个事 嗯 就是你爸爸 临去世之前啊 啊 就把我叫到病房前 也算是遗嘱吧 就是跟我说 说他要是走了之后啊 他那骨灰 和你亲生母亲那骨灰啊 放在一起 就是我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你爸这骨灰 和你亲妈这骨灰 站在一起 我妈怎么办呢 是 你说咱老人一言 咱我也不能不尊重 你也不能不尊重 是 你是不是 你说接过来 你说我妈这知道怎么想 我也担心 这曹妈妈知道 你说 她老人家该怎么想 你说的就是你 就是跟你想上上 你看你这事 你说怎么弄你 余渭 啊 其实这事我知道 我爸上次住院的时候 就给我写了一封信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你现在知道了 我觉得 我有必要告诉你 其实 我妈去世的时候 我爸就定了双选 我不想知道 以前我爸我妈感情很好 那时候 我爸还不认识曹妈妈 也没想到以后会再婚 可是现在 我爸他走了 不会还在殡仪馆 这事要是要曹妈妈知道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我就是怕太伤了太太心了 霓凡 反正是就将来就这事 我妈早点都得知道 对吧 正好她现在以为 那个修飞是吧 需要时间 咱就拿这段时间 你也帮我想想 看怎么着 让我妈就 不生气 不生气不可能 反正就是得让她 比较自然地就知道这事 余渭 我问你个事 说 你妹妹于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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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招着你了 我也说不上来 怎么跟你说呢一番 我妹那人啊就那样 你别跟那般见她 你就把她当成自个儿亲妹就行 反正就是这样的 其实余好挺好的 她之前 也给我写过信 还给我打过电话 你没回 你也没理 是吧 那行了 那你啊 你就算招了 你看吧 我媳妇逗逗 原来对余好多好 给那个余好介绍男朋友 你这就招了 招住到现在 看着逗逗跟看仇闻似 你再帮我理她 别理她 哎 唉 一番 唉 是不是余好看上你了 还怎么会呢 我这一当兵的 又没钱 隔着千山万水的 我怎么配得上人家的 不可能 妈 怎么了 爸说要来看您 我就把他给带来了 我才知道 进来吧 那 我那什么余薇正好找我 我 我先过去 您慢慢聊 坐吧 你愿意站你就站着呗 您有点赞 我今天就有点赞 您要来看看 您可以带来一下 您的东西 您的东西 您可以带来一下 您的东西 您可以带来一下 你身体还好吧 凑啊 有什么事叫我一声 不需要 我听豆子说 杨树的儿子对你还是不错的 到现在还让你住在这儿 什么意思啊 我不住这儿我住你那儿去 我现在就跟流浪狗一样 谁收留我我就住到谁那儿去 我这一个月千把块退休金 我想租房也不够啊 我现在草植我都买处理的了 原来喝桶装水不喝了 弄点自来水烧水就得了 我走了 姚静没来啊 她不来多不热闹啊 这么大的热闹她得来啊 她得看着我怎么吃苦 怎么落魄怎么倒霉 怎么过得不如她滋润 好 这她愿望全实现了 行了 我曹新梅成寡妇了 新梅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些干什么 你还提她干什么呀 你自己把身体搞好一点 比什么都强 有什么事 叫余蔚 叫豆豆 叫我都行 我叫你 我敢叫你 我叫你那姚静 还不得闹得天上去了 再说我叫你 你敢来吗 你假艺术家 虚伪得要死 自私得要命 你觉得 骂出来舒服一点 那你就骂吧 不管怎么说 咱们之间总是我亏欠你的 是我对不起你 你让我骂呀 我还不骂呢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心里也不好受 我这个人再坏 也不想你不好是不是 你不是原来总说我 本性上还是厚道的吗 不管怎么说 咱们两个也曾 夫妻过一场 你说我们两个 有那么恨吗 有啊 当然有了 咱们俩是这个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欣梅 听我的 什么事情还是看开一点吧 我凭什么要看开呀 杨树死之前 抱着他前老婆照片左看右看的 他离死的时候要见的人也不是我呀 是他儿子杨亦凡呢 你要真有这么一天 你能捧着我的照片左看右看吗 你要见的人也不一定是余卫呀 你活着跟我过不去 杨树死了跟我过不去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 你骂骂我可以 对待一个不在人世间的人 就不要再斤斤计较了 再说杨树的儿子 不是对你不错吗 到现在还让你住在这儿 他让我住在这儿是他仁义 但是我自己知道几斤几两了 我知道这儿不是我的久留之地 那余月和豆豆还是很孝顺的 孝顺有什么用啊 孝顺我也不能老跟他们搏在一块 我与其让人嫌弃我 我不如早早地住养老院去 我要住养老院我还真算年轻的 我那点退休金呢 住最便宜的养老院也够了 你要有那心呢 你到养老院看看我去 也算是咱俩没白夫妻一场